大家好,这期视频主要记录一下1080号EA的一些情况 这是一款全自动的外汇突破型策略交易机器人 即使你在睡觉,它也在为你赚美金 以下简称EA,我们先来看看这款外汇自动交易机器人在试盘账户中的表现 如图所示,在不到一年的试盘账户交易时间里,资金犯了8倍 月收益每月平均超过50%以上 当然要取得这样的试盘成绩,仓位肯定是偏重的 做交易的都知道,仓位就等于风险 那为什么这款EA可以进行重仓跑呢? 因为它的策略止损非常的小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线代表账户的余额 绿色线代表账户的净值 可以看到,净值线一直紧贴着余额线,没有出现扛单的情况 这是这款EA可以进行重仓操作的最重要的原因 下图为这款EA的回测表现 10年以上的历史数据回测平稳通过 但这里不做展示,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外汇EA的交易策略为突破前高或前低 并且只做突破那一瞬间的利润 而且它的止损和止盈都设得很小 这也是它能保持稳定曲线盈利的原因 在EA回测中,这类小止损小止盈的EA有一个大坑 行话叫做回测买地球,石盘亏成狗 那是因为回测或者模拟的交易机制 与石盘账户的交易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类EA一定要看石盘账户上的表现 如果是大止损大止盈这类策略的EA则可以相信回测和模拟数据 但需要去排除作者在EA代码中对历史数据进行了筛选作弊 排除的方法,除了对原代码的逻辑进行通读之外 如果拿不到EA的原代码,则需要进行多品种的历史数据前一28年回测 从而观察它的回测结果是否仍然稳定 在这里再分享一下判断EA是否是原装EA的方法 如果是带有模拟环境功能的共享EA一般都是原装EA 它来源于网友在MQL5官网上面购买了某作者的原装EA 并且将它在共享环境的VPS中激活 从而实现了共享给多人使用 如果是不带环境DLL的EA,并且又没有圆码 那么就只能通过试盘开单,进行一一比对官方的试盘信号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那可能就是原装EA当然 使用这类型的EA仍然要担心代码内部是否植入了时间限制 或其他可能爆雷的限制 所以如果是大资金的外汇玩家,对EA的来源可靠性一定要慎重 结尾分享的小事情,为什么这款EA代号为1080 因为从我2014年开始做外汇到现在2022年 我的资源库里超过1000个外汇EA屏幕上的美女为虚拟数字人 因为本人声音不好听 所以请个美女代价,不通顺的地方请见谅